好 現在中央宣布了 從7月13號開始呢 餐飲內用是有條件的開放 也就是所謂的微解封 好 這一次的這個微解封 其實除了用餐的這個部分之外呢 也包含了 可以有一些某些的公共場合 公共場域能夠開放 但某一些呢 卻不行 這當中包括了營業場所電影院 雖然下疫情指揮中心說了 電影院是可以開放的 但是必須要援手梅花座 以及人流管控 還有就是進出的時候 必須要實際的實名制之外 可是地方上頭 其實中央說了 可以各自來實行不同的細則 細則由地方上來定 但是呢 現在就有政治人物認為了 現在權責是應該在中央 但是呢 細則讓地方上頭 實際來執行進行 好像中央就變成了 有權無責 質疑中央是在甩鍋 而地方上頭呢 各自來執行 目前會產生的一個狀況 就是22個縣市 真的很多地方 都不同掉 我們以剛剛講的電影院 這樣子來做比喻 好在台北市的部分呢 現在是可以來看電影的 但是新北市 卻是不能開放看電影 換句話說 可能是一橋之隔而已 在新北市的板橋 你沒有辦法看電影 但是你過了這座橋 來到了台北市的西門町 馬上就可以看電影了 讓大家覺得 好像有一點亂象的感覺 而特別的不一樣是什麼 是在餐廳內用的部分 雖然說現在中央已經宣布 餐廳可以內用為解封 他們還是有相關的細則 包括說大家不能夠共餐吃核菜 必須要有一定的隔板 以及在吃飯時候 才可以把口罩拿下 等等這些比較細則的規定 但是有很多的 縣市政府的首長 他們其實對此還是有疑慮的 以六都來看 目前其實只有台南的部分 是開放內用的 台南市長黃偉哲就講了 他的考慮是要求業者配合指引之後 他希望可以共同的維持生計 還有防疫之間來尋找一個平衡點 雖然現在有很多的台南市民 是說是不是黃偉哲黃市長三思一下 覺得現在好像疫情 還不是這麼樣的 可以到口罩拿下來的地步 但是來看到的是其他五都的首長 除了台北市長柯文哲很早就講了 口罩拿下是最後最後的一步 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則是告訴我們 說現在在新北市 目前他觀察到的狀況 還不適合做內用 所以不只禁止內用 還可能會抓內用 違法的話會來開罰 就連民進黨籍的 桃園市長鄭文燦 還有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們兩個人也一樣禁止內用 好原因就包括了 桃園市的部分他就講了 說如果是北北基他們也都沒有開放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雙北沒開放很擔心人流會到桃園來 所以他也是先禁止內用的 另外呢高雄陳其邁則講了 先前不是有所謂的串燒店 在串烤店 當時呢也發生了群聚的問題 所以這一回他必須要先逆時鐘 本來說會開放的台中市長羅秀燕 也因為太多人都沒有開放了 好像很擔心整個人流會通通來台中吃飯 所以現在也先暫時不開放 因此就發現了 雖然是中央說 已經餐廳可以內用為解封 但是全台灣二十二個縣市 近乎不同調 中央要為解封 台北市逆時鐘 不只開放餐廳內用不跟進 柯文哲炮轟中央搞這種解封 太大意 先抬頭看看旁邊的國家 所以如果日本現在還要 第四次的緊急事態宣言 好像是邊境的防疫措施 不小心那個印度變種病毒 還是被溜進了 脫下口罩群聚吃飯 一定擺最後面 餐飲還是只能外帶外送 還是嚴禁內用 台北市電影院部分比照中央 不准飲食但為解封 但中央和地方針對餐廳內用不同調 柯文哲警告會有這後果 台灣是一日生活圈 每個縣市要有不同的管制層級 當然是不切實際的 柯文哲爆料 有確診者被重複感染 這些人得注意 六個月後得怎麼做 這些感染過的案件 你知道嗎 好像還是以後可能會再感染 台灣已經有一萬多人感染 你知道 理論上這些都要做助記 滿六個月的時候一定要 要記得這些人要去補打 補打疫苗 因為槓小英轟時鐘 柯文哲被網軍圍剿 民進黨說自己不養網軍 柯文哲酸度破表 狂嘲諷 林錫耀秘書長應當去請教賴清德 他會以一個受害人的身分跟你詳細說明 全台為解封標準大不同 檯面上上演防疫作戰 但檯面下政治角力刀光劍影持續上演中 記者王志文是國豪 ASNG小組台北報導 好我們講到了這一波的這個 違解封 在今天線上跟我們一起來 討論政治話題的是 台北市議員李明顯 明星哥早 今天一早 中間的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們說到這個違解封 今天我看到很多報章訊息 他們是寫違解封 偽造的這個 他們認為呢 這個是好像是假的違解封 好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確實在地方上頭 跟中央有一些已經是不同調了 我們剛剛內用的問題已經看得很清楚 另一個部分則是 到底什麼該解什麼不該解 其實呢 就連陳時中昨天被問到 他說確實這當中有一些些的矛盾 好矛盾點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現在呢 這補教業者他們就在講了 說為什麼可以家長帶孩子去看電影 但是卻不能讓孩子來安親班上課 他們說電影院裡頭 你前後左右做的還可能是你不認識的 安親班 只要你每天固定來 然後可能還有開窗還不是密閉空間 大家規定都必須要戴好口罩 他們想問的是 到底為什麼這樣不行 邏輯是什麼 您怎麼看 所有政府的政策都是要簡單明瞭 讓民眾比較好 可以方便民眾去遵行 那這次的違解封 為什麼之所以引起那麼多民怨 因為方法太多種 大概幾百種方法 這民眾誰會搞得懂啊 老實講 我沒有算特別聰明 可是我至少我 我懂一下一些邏輯吧 可是我看一下解封的方式 所以我也看不懂啊 可以上山不能下海 可以看電影 然後台北市可以看電影 新北市就不能看 像彥宇講的 隔一橋之隔就不能看電影 可以看電影 可是幼教夜補 那個幼教不能不能 不能不能那個不能脫音 不能幼教 這也是莫名其妙啊 然後旅行團9人可以出團 5個人家庭聚會就不行 所以完全莫名其妙 一國多治 如果 從台灣頭算到台灣尾 你開車從 從基隆台北一路到高雄 屏東台南 你看這個多少的制度 完全不一樣 譬如說六都裡面 台南市是可以內用的 其他包括新北 包括桃園 包括高雄是不行的 全世界哪有像台灣這樣 一國多治 那誰造成的 這不還不是指揮中心 所以指揮中心 這次完全被人家罵到爆 這是為什麼原因 我覺得指揮中心心態是這樣子 有功勞我自己懶 出了事情 大家扛 你們縣市長扛 這些縣市長又不是傻蛋 拜託 這些縣市長 除非不要連任的 除非鄭文燦不用連任的 你其他明年都要選舉的 你把責任甩鍋 給這些縣市長扛 你只有陳時中是聰明 你是IQ180 然後這些縣市長都是傻瓜嗎 所以我覺得不能這樣子 這問題是 這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要解封的話 你拿數據來說服大家 全台灣一樣的標準 一樣的從三級降到二級 大家心甘情願 你出了事情 指揮中心你就扛起來 那不然你就拿數據出來說 你現在一週 你還有30個 譬如說 每天還有30個 每天還有 還有一些不明的感染源 那你就扛起責任出來說 現在 全台灣通通維持三級 那你就負責任一點嘛 結果你現在不是 你說很多 包括中小 中小業者 包括小吃攤 包括這些店面 有營業的需求 然後你就微解封 那你現在的做法 就變成從三級裡面 降到2.9999級嘛 你解封的是解了0.001啊 現在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說 經濟大家都有壓力 那結果你中央就說 我都開放了 然後不開放的是 你們這些縣市首長 所以我覺得 這指揮中心這個算盤 我真的算得太完美 太驚了啦 有功勞通通是指揮中心的 出了事了 如果地方真的誰確診了 譬如說 我內用的話 用梅花做 假設有人確診了 誰要扛責任 還不是縣市長 倒楣的是誰 就地方嘛 所以我覺得 譬如說 黃偉哲這次順時鐘 開放內用 然後他的臉書就被人家圍報了 就說 要求那個黃偉哲要三思一下 三思而後行 我覺得很納悶 那這些網友 這些臉書 譬如說台南的好朋友 那你們應該要去掛一下陳時中啊 台南的好朋友應該要去陳時中的臉書 或指揮中心的臉書 三思一下 三思而後行 因為這決定是陳時中決定的 陳時中決定了之後 黃偉哲他怎麼辦 我覺得黃偉哲也是天人交戰啊 所以那為什麼黃偉哲會天人交戰 誰造成的 陳時中啊 指揮中心啊 所以我覺得指揮中心哦 真的這心態很要不得 有功勞 指揮中心的 出了事情 然後地方的 所以這個心態真的要不得 一樣的情況 不是只有這次的那個微解封一樣 你看那個 不是就微解封而已 像之前打殘忌的問題也是這樣子啊 打殘忌指揮中心只有開放原則性 譬如說最後殘忌一瓶打剩下的 然後讓地方去決定 結果是一團亂啊 譬如說像花蓮 花蓮為了搶殘忌 結果大家擠過來擠過去 出了事情了 然後媒體報導了 總統的幕僚 然後還會在臉書笑說打殘忌 永春呢 用台語講說永春好像在打拳一樣 跟那個永春圈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啊 那個 總統的幕僚這個心態很掉不得 可是指揮中心一樣責任沒有扛起來啊 殘忌怎麼打 中央要一套的標準 台灣叫你誰 才二十幾個縣市而已 從基隆到屏東才開車四五個小時而已 結果那麼多方法 誰造成的就是指揮中心嘛 所以一個台灣不能那麼多制度 那你包括那個圍解封怎麼解 殘地怎麼打 指揮中心要一套標準啊 所以拜託 千萬指揮中心 三思而後行 不能有功勞你的 出了事情 地方扛 地方縣市扛 全台灣人民扛 所以我覺得 這是陳時中 為什麼會被罵到爆 之前大家都不敢逆時中啊 結果現在五都都在逆時中 很多人都在逆時中 為什麼 陳時中沒有思考清楚 政治考量的決策 就是大家逆時中 所以拜託 不要再甩鍋給地方 不要再甩鍋給人民了 陳時中指揮中心 要把責任扛起來 拜拜